本届峰会以巨市共创新未来为主题 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 抢抓机遇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命题 与会的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 回顾了体育产业十年发展历程 聚焦核心政策解读分享前沿思考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为40.74亿美元 环比增长4.22% 体育用品业外贸复苏显现 同时体育赛事活动全面开放 全民健身回归常态 跑步 健走 羽毛球 乒乓球 成为了大众运动参与项目的第一梯队 体育相关消费预期明显回暖 2023年人均运动健身消费预期达到4628元 对于企业而言 如何体质增效 形成一些有特点的拳头产品 是发展的关键 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 形成一个在质量方面 跟国外这种同类产品的竞争 这方面我觉得从增加科技含量 增加我们的科技的赋能 那么进一步跟老百姓的生活 密切结合在一起 这方面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我觉得厦门的企业具备这方面的优势 它因为已经有很好的基础 也希望厦门企业能在这方面带个好头 我们来看大部分的车门 我们来看大部分的车门 我们来看大部分的车门